我就问一句 有没有想干大事的 紫云这儿呢 现在人手不够 招兵买马 由于现在紫云的规划 有了很大的变动 然后呢 咱们现在缺人手 我大概需要招什么人 男女都可以 但是年龄呢 要23岁到45岁之间的 咱们主要就是互联网这方面工作 跟电脑有关 操作电脑 不会没关系 咱可以教啊 其实挺简单的 只要你肯有这个上进心 想把这个事呢 当成自己的事去做 我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 只要咱们好起来了 我一定不会回答你了 咱们看事看人品 为什么我们定到23岁到45岁呢 低于23岁啊 我感觉年纪太小了 在大厦里啊 他不一定待得住 过45岁呢 我感觉 因为咱们操作这方面 得需要脑子很活的 咱们这个跟艺术有关 就是电脑的一些素材 一些合成啊 它要有判断力 过45岁可以 但是呢 你一定要有艺术功底 你之前从事的工作 跟艺术更没有关的 咱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高兴的事啊 咱们已经加入一个伙伴了 这是外围的伙伴 他不能来到现场 他在他上班的地方 是我的一位老铁粉 叫勇敢 勇敢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铁粉 是铁粉当中的铁粉 然后我的视频呢 传给他 他在那边剪辑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现在在造一为什么呢 必须来到现场的 因为我们现场我的规划啊 现场我现在人手还是不够 你只要有理想 有梦想 跟着我发 那就跟对人了 我可以出这个视频 大家就看得到 能加入的 只要我好起来了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你说在外边有很多一些年轻人 想创业又不知道干嘛 有一身才华 一身力气不知道 我哪使 没地方使 是不是 你只要是个人才 来我指人这儿 我珍惜人才 我觉得 对我了解呢 是比较简单 比较快的 因为我出视频 视频的我就是平时真实的我 但是我对你也需要了解 咱们虽然缺人呢 但是我不是有人就要 我要看 我要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咱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有共同点 有共同理想 有共同目标 咱们各个方面都是合得来的 才可以 因为毕竟咱们以后需要 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工作 就是在一个屋檐下 如果咱们有这个缘分呢 就一直走下去 咱们我带你一起登顶 咱们不及时 咱们地活着